好,我們回來拍攝春秋 回來我們也是說回動畫 但在說Toy Story 4之前 我很想訪問一下Thomas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日本動畫迷 其實我的朋友都已經在流傳 如果你有Netflix的話 近來就有一套 聖鬥士星矢王道十二公戰線 不過是3D了 但我還沒看 但Thomas好像看了兩集 我評價就是叫你去看EVA 哈哈哈哈 你有什麼感覺呢? 我看見他的頭很硬 我覺得你星矢那些動畫 自從這個冥王神話 LC之後 拍攝的動畫沒有套 不能入眼 劇場版那次鎮魚已經罵得很厲害了 你說是電腦動畫 是啊 那套其實 動畫的仔細程度 也不算太差 但劇本真的很難看 很垃圾 而且他的動畫 沒有了阿楓的心不來做人切 基本上沒有一套是正常的 不行 阿楓的心不太深入民心 你不可以找其他人來畫 整件事很奇怪 這套是連崩壞 但現在我們看這個動畫 除了變成3D之外 阿信終於變成女人 我覺得這個轉變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你不接受是 他講英文 香港Netflix要看英文 我建議Netflix 可不可以放回日文的聲音 其實他是不是在日本也有的 應該有的 因為他其實 你看回製作人員名單 其實很多都很留意 其實他都是日本製作的 但你知道日本的3D動畫的水平 其實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他提升的速度 其實跟美國其實是 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你看Toy Story 去到第四集 那個仔細度太強了 那個仔細度 是差不多連舊換的那顆塵 都可以畫上去 是 你去到你去看星矢 他那些作畫 那個自己的程度 你看到他的頭髮全都是一塊塊的 他的臉 是一塊一塊的 你Toy Story 是你的臉 有一點點 其實他都可以放在動畫上 是啊 你知道我們還壞了 是啊 我們還壞了 但其實無論如何 這套怎樣地獄的話 我都會看一集那麼多 那看吧 反正你裝了 其實不用錢 是啊 不過講英文的星矢 就有些奇怪怪 但我覺得也不會很奇怪 因為其實你看回 星矢的故事 其實很多性靠事 都是你接不同的國家 是啊 是啊 你說英文就說英文 不過我不能夠接受 你的頭真的很硬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 他都把一些背景是現代化的 嗯 終於有手提電話 有手提電話 還有那些規格 其實都好像感覺上 好像有點科技化 嗯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 他的故事 即是他講到有一群人 就是 零零四點發揮到少於酒 我覺得感覺好像看X-Men 哈哈哈哈 就是我看第一集的感覺 因為我暫時看了兩集 哈哈哈哈 那他的故事 雖然是跟完整 但是那個 那個流程是很快 我覺得是快得很重要 就是快到我覺得是快得太快 其實他現在有多少集 據你所知 6集就出了 6集很少 他打到 應該是打完一輝 打完暗黑正斗士 哦 因為他看原著動畫 打完一輝 其實應該是15集 但他縮到這麼快 他縮到六集 其實感覺就好像去得太快 其實之前那套 就是電腦動畫那套 那套打十二攻那套 其實都是 都有這個問題 都是剪了很多東西 就是去得太快 好像很多劇情都水果阿貝那樣 嗯 感覺就似乎不太好 不是的 其實他拿不到中容 其實以前那一輯 就是很久我們小時候看的聖鬥士 是不斷回憶再回憶再回憶 然後他就可以拖很多集 因為他不可以容許 它的進度是超過原著文化的進度 是啊 所以他又要弄一些 鋼鐵聖鬥士啊 又要弄一些不勾片那些 動畫沒有的東西出來 是啊 而且他一打 不知道為什麼 想不想好 又想了半集 十二攻打了很多集 是啊 阿沙漬一插那個 心口明明 不知道一個小時還是什麼 插極插了半年 都沒插死他 所以現在反而是太快了 反而是 好像你兩個聖鬥士 打一個銀河 打一個銀河戰爭 最初兩個流羅打漢 一拳已經玩完了 哎呀真的不行的 你不插多幾拳 其實我們是不會收貨的 好啦 我們說完聖詞這些搞笑的東西 那 Toy Story 4 其實 Toy Story 3 已經收尾收得很漂亮 它是收得漂亮到 似乎你都不知道怎麼再拍下去 是啊 所以當它出第四集的時候 你又想玩什麼 因為那時候 John Lester 現在因為性醜聞事件 要離開Pixar那個老大 他就說 我有點靈感 我覺得這個故事 能夠怎樣發展下去 然後就宣佈了拍第四集 那時候他說 那個故事 就是說 胡迪和牧羊女的愛情故事 是啊 其實現在也有的 也有的 其實他也是跟回那個大肝的 是啊 但是他現在呢 發展到呢 其實就是說 那約肝年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第三集 其實Andy把Woodie 整批玩具 就送了給那個少女 送了給Bonnie 但是呢 當去到Bonnie的家裡的時候 Woodie就再 並不再受歡迎了 因為Bonnie的新歡 並不是Woodie 然後 Woodie就覺得自己 好像內心受傷 哎呀 糟了 他不是很喜歡我 但我以前是Andy的心目中 我是No.1 然後呢 適逢Bonnie入學 他就自己做了一個公仔 叫做 小叉 對 小叉 Fookie 但Fookie經常都說 I'm trash 我只是一個垃圾 而Woodie就做大哥 我教你做人 即我教你在家怎樣做一件玩具 但是呢 小叉 又 經常都覺得自己的垃圾 一天到一刻就想逃離 誰知道有一天就 逃離了 總之 Bonnie他們整家去旅行的時候 小叉又是中途 又不知道走到哪裡 然後Woodie要去拯救她 在拯救期間 他們重遇了穆羊女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 他們又誤進了一間 那些二手玩具店 Woodie就給一隻公仔 Gabby Gabby 就看中了 然後呢 然後整班公仔 要怎樣去拯救 Woodie和小叉呢 其實這次的動畫 我有點差異 沒有了一個短篇 以前他經常 Pixar的動畫 一開始都會有一個小故事 但這次是沒有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入場的時候 我想早點入場 看看是不是會有一個短篇 上次 包寶寶 那一套好像是拿了奧斯卡的動畫短片 但這次沒有 其實我有點差異 為什麼會沒有呢 打破了Pixar 對 打破了Pixar 這個傳統 那算了 那又好啦 一直看下去 其實呢 我看的時候 有點不舒服 因為呢 我覺得Woodie變了一個廢人 我現在很煩 其實呢 他經常 我教你做人的道理 就是他把他自己舊有的那套 是不斷想套在小叉那邊 但又不知道自己很煩 其實是 其實他這裡應該是講 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 Woodie去到一個新的環境裡面 但是他不適應 他在一個新屋裡面 那個角色上面的轉變 是啦 但是他就很 很懷面他過往 他做大哥那個時候 那個時光 嗯 他就不斷經常說 我要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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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很煩 很煩 我看到他有點懵 其實是 然後呢 當他跟小叉兩個 去了力險的時候 其實小叉有幾好笑的 一直不斷叫自己 I'm trash 其實好像有些 其實小叉 因為他 他不是一件正統玩具 正統生產的玩具 小叉只是 Woodie 在垃圾桶裡 拿給Bonnie 自製出來的一隻公仔 其實這裏有些意思 小叉的身份是不要因你的來源,而將你自己做一個定位 其實你是可以改變你自己的身份 然後去到他們力險的時候,撞回牧羊女 其實牧羊女的角色很有女權主義的感覺 她搖身一變,由第一集來說,其實她也是一個花瓶 搖身變成一個完全可以自主,可以自己生存的女性 你看到她的裝扮完全改變了 完全不同了 所以這套最搶眼的,很肯定是無恙女 是,一定是 她反而經常罵,你有沒有想過大家的? 你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看的時候有點懶惰,Woodie很煩 真的很煩 今集如果你是喜歡看巴斯光年,泡泡龍,Rex 或者是薯頭夫婦,甚至是Jesse 今集他們的出場是好笑的 反而是Focus了Woodie,Foki,Bombie,Bombie,Bombie 就算是那兩隻東西,Foki和Dicky 應該是Bennie和Dicky,那兩隻公仔 那些氣氛更多,就算是Gabby Gabby也更多 所以其實今集那個... 因為今集他的主線其實是... 其實他的主體其實是放在Woodie那裡 是 其實劇情的鬼其實是有 其實是跟著Woodie走的 即是Woodie去到那座Toy Museum裡面 他看到些什麼,然後裡面的人 出場次數一定會多 其實是很恐怖的 有些恐怖片的感覺 其實他那個Gabby Gabby出場 我已經覺得這個... 有點像蛙匪回魂 對呀! 同期你上個禮拜說的那一套... 那一套恐怖片 阿Mike不是說過那一套... Annabelle Annabelle 他出的時候我心想 WOW!Annabelle來,好害怕啊! 好恐怖啊! 果然Gabby Gabby不是一個好東西來的 但其實又懵得Woodie這隻煩家 好啦!大家拯救了他 做了那麼多事情了 他竟然... 拱手相讓自己... 即是最重要的那件事 因為其實呢 Woodie和Gabby Gabby 是生產在同一期的玩具來的 Gabby Gabby 本身因為出產的時候 他的聲帶出了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不要他 然後Gabby Gabby 她很希望成為人類的寵愛 但是呢 他發現Woodie那個... 那個玩具的發聲系統 原來跟他一模一樣的 而這個發聲系統是已經不會再出的了 所以他不是希望 他是想捉住Woodie 拿他的發聲系統 換給自己 然後呢 最後呢 Woodie做了一件左膠的事 就是... 我給你了! 我大愛地給你了! 然後之前你做完的事 其實就沒有意思了 其實看得很猛烈 你不知道會不會把你弄掉了 對啦! 你弄我吧! 看的時候才會有點猛烈 為何這麼左膠? 為何最近的事情 你荷里活的事情 要不就女權自上 要不就左膠 要不就左膠 左膠又來了 算了 然後呢 然後呢 突然間呢 又大愛上身 救助Gabby Gabby 整件事是 很奇怪的 那怎麼辦呢? 你全部都是大愛人士 你這樣做 又搞完一輪 其實呢 我覺得他最有趣 就是他的結尾 不穿了 他被人點醒了 對啦! 但他的結尾 其實好像開另一條線 我已經覺得是 其實結尾呢 上集第三集的結尾 是收得很漂亮的 你都不知道怎麼會再拍 但今次第四集 你覺得他好像在留一條尾給你的 然後就在Disney Plus上面 然後就慢慢拍 對啦! 他現在已經說了 說歌小抄會有獨立的故事 對呀! 然後可能再拍一個 動畫的series 說到這個 說到這個 哪個和哪個 怎樣去冒險 怎樣去冒險呢? 對呀! 你想想多多東西玩 這件事 是不是今集新出的 那些角色又很出呢? 其實我呢 如果我看英文版 你都可以看英文版 英文版 對呀! 為什麼要看英文版呢? 因為我要聽其樂里維斯普音 配那隻玩具 其實是1975年出版的 八雀玩具 對呀! Duke Kaboom 很好笑 Kina Riz 是配得很好笑 你沒想到 其實你看到我 抱歉這樣說 其實一向我都覺得 Kina Riz 是不懂演戲 但我沒想到他配 其實近年就有些改觀 因為做完這個 狀躍 對呀! 狀躍 但是再看回 他這次配Duke Kaboom 很好笑 他真的很生動 因為其實有拍一些 其實不是有些 像第三集的阿Ken 對呀! 不是呀! 阿Ken 阿Ken Kai 但Duke Kaboom 不是Kai Duke Kaboom 只不過是一個沒有信心的 即是他沒有信心的時候 真的很低能 但其實他有信心滿滿的時候 是可以發揮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這就是一個亮點 然後我們再看那個 Duke和Benny 大家都知道 在外國版 是兩個搞笑的黑人演員配 其實我很少看他們的作品 所以我不太熟悉他們 我只知道他們有幾套 那些搞笑系列 都很受歡迎 在美國那邊 但我聽他們配 那些黑人的節奏 那些黑人搞笑的節奏 又是很活靈活現 你們會覺得在這裡很開心 所以這次 其實Woody 我想說 反而他周邊那些人 那些角色 就很有趣 其實是 那兩隻公仔 掛在那些 其實他是大獎 長期掛在上面 都沒有人 其實每一個角色 都好像想找人愛 就像Duke Kaboom 因為他不會飛 所以被人遺棄了 那兩隻公仔 不斷希望有人射中 拿到一些玩具 我就可以 去被人愛 然後Gabby Gabby也是 但去到木羊女那邊 就不是了 木羊女是覺得 我不需要被人愛 其實我可以自己愛自己的 但我想另外說 那兩隻公仔 剛剛忘記說 他有個 記不記得 有幾母 他不是幻想情節 其實那裡是很好笑 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 獨身訂造給這兩個演員 這兩個演員 去演繹那一幕 是太好笑 好像經歷片一樣 但又很不失 瘋狂的節奏 你覺得呢 Thomas OK的 我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 我撇除Woody 是一個廢奴之外 已經是繁交廢奴之外 其實整個故事 我都覺得OK的 不過我覺得 超越不到第三集 有些人說 看得下 第三集的劇情張力 是很強的 說到他們差一份爆發 被人被燒死 最後一幕說到 Woody 和巴斯 阿巴斯 就和Annie告別 嗯 是 這是好看的 但是呢 今集就變了 就不... 好像你是一個 嚴重 變成一個番外編 是啊 即是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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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時候是很不耗 不太順眼 覺得很奇怪 但它好像跟你溫翻書 但是它跟一個溫翻書 反而第一集的劇本 其實也很強 它說的那樣事情 因為第一集 它的突破是 它用一個 好像是 荷里活動作片的 手法 來拍一個 好像小朋友的故事 是啦 這是很突破 之前沒有人做這件事 所以為何 開最新的第一集 才能成為一個經典 所以今集我又不會說不好看 她的角色都搶的,例如Forky或伯爵都搶的 還有伯爵的玩具真的出現過 我想說有一個我玩過的 那隻渣妹那隻小小的公仔 那時候不是有Pocket公仔 你開了一個手掌這麼大的 你開了一個蓋後就有一隻很小的公仔 然後整間屋子這樣 我有玩過的 我看到那隻很有感覺 那個配音那個很好笑 配音那個是日本人 我想應該是日籍美國人 叫做松村艾麗 好可愛 那隻一出,我場內有些女生在笑 因為其實女生一定有玩過 因為那時候有幾個 因為香港的地方小 那時候那些小小的公仔 那些玩具是比較容易擺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有兩個在家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心思 因為她說這些公仔已經沒有主人 沒有跟大佬 所以她的年度又回到這麼遠 好像Dokabun是1975年的公仔 就算那兩隻Ducky和Benny 其實那些樣子 其實她很喜歡做這件事 你看Pixar 第三集那個騷擾 其實本身都有這隻平衡 不過你猜不到她找她做一個奸角 對 但這次她又找了Gabby Gabby 但Gabby Gabby的樣子是恐怖的 所以我覺得她做奸角是完全正常的 反而那隻Ducky和Benny 那些感覺是很便宜的 就是叫做抵食搭大健的那些公仔 那些感覺是 所以我很過癮 我們剛剛就說星馳 她那些畫 好像看回你二十多年前 Toy Story第一集的水平 但今集真的要讚她那個技術 真的很強 基本上你說迪士尼的動畫 其實她的水平已經是去到 你分不到真和假 即是你之後那星期上的那一部 《獅子王》 其實整部電影都是動畫 對 只不過她用了Motion Capture的技術 來將一個動畫如何移真化 但她誇張到Toy Story 因為大家都知道Woodie和巴斯光年 其實都有一定的年歲 即是出產 她連那些巴痕 很仔細 你是要很留心才看到 她都做了 即是她可能已經是用了 電腦來用物理模擬 即是一件玩具 究竟她跌過撞過 之後會有什麼損傷 這些事情已經完全是 做到差不多 你當了她是真人仔 還有Woodie 你記得她第三集 還是第二集 她不是被人扯掉了手臂嗎 她那個位置 她也可以做不對稱 她是很有心 她才能夠做到這麼仔細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 算了 劇情我不覺得難看 只不過是沒有突破 都是這樣 但是 其實也有突破的 就是 說到 Woodie最後的決定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突破 通常 你的故事 結果就是 說到 那個主角 跟著那個主人 繼續美好地生活下去 開心BBQ 但她這集不是的 這集的結果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Cars的第三集 我沒有看Cars的第三集 當然 你觀眾看到的結果 好像是有點遺憾 如果我再拍下去 你怎麼拍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拍 除非說她們又找回 不知道怎麼玩 其實我想她這個項目 會放在這裏 會是短期路 會發展 你看看過往Toy Story 她也是隔了很多年 才拍第二集 對 對上一年Toy Story 第三集都差不多 十年前 你想想她第一集是1995年 多久 第二集就是1999年 第三集就是2010年 我記得好像是 其實都很久 隔了十年 隔了九年 所以就慢慢想 而且她這套也近期 因為原本這套Toy Story 第四集是18年上的 但後來可能因為製作的問題 她將那期跟Incredibles 2 調轉了 即是本來超人特工隊 而不是去年上的 本來是今年上的 哦 明白了 所以其實OK的 但這次我們要讚廣東套音 她真的找回張偉健和劉青雲 她是沒有找容祖兒來配Jesse 劉女 Jesse就是 Jesse都轉過人 因為第二集 Jesse我記得是劉淑翠配的 是 第三集變成容祖兒 第四集就 找另一個配 有香港的 香港的配音員 但我不太認識這個配音員 但這次她又 其實我讚她 另外一個讚她 就是她那個 Ducky和Benny 她找回少爺 尖盧配 你一聽他們的節目 其實是對的 我找他們兩個配 真的都漸漸漸漸 那些感覺 是很貼合那隻公仔 我看到宣傳 她說尖盧配這兩個 哇 OK的 真的很奇怪 然後呢 我有些 八卦 我想知道 誰配 Duka Boone 即是Akila Riz 的角色 原來香港是古明華 古明華的聲音是漂亮 OK的 她也是做配音員 她也有很豐富的配音經驗 對她的配音經驗 那時候她是兼任這個配音部的 所以現在 其實你看到很多 這次她 其實我們也知道 就算迪士尼她在香港找配音 她那個 都很嚴格 其實那些東西都 我看到那些配音員的名字 其實是不少東西的 因為呢 關順培 潘芳 邱萬成 龍天生 高漢文 謝月美 其實這些都是 都是一些很有經驗 很資深的 自由 自由媳婦音員 那些甚至是舞台劇演員 高漢文 我都看過他不少戲 其實都 所以 所以這個 其實我又沒有留意她 她是不是那個票房都OK 是大陸不好 大陸不好 大陸好有趣的就是 Pixar 不是很多套動畫 在大陸票房收得 不知為什麼 反而迪士尼 他自己本身的動畫 在大陸還收得 例如 舉個例子就是 幽秀大都會 在大陸收十幾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 因為其實 他裏面說的東西 是不是比較貼合國情 和深謙 是深的 幽秀大都會不易看的 小孩子是不懂的 其實就算是這次 Toy Story 4 你說給小朋友看 其實都深的 都深的 小朋友可能會不明白 為什麼最後 Woody 會做這樣的決定 他原本說 有個結局 好像有個結局 更絕 就是說 他把鞋子捉走了 Bony 那隻字 就只捉了 Bow 那隻字 Bow 即是牧羊女的英文 沒有名字 但是他說他沒有了 今次就 他說不要這麼絕 做些事情都好 即是留一條後路給大家 好啦 講戲講到這裏 我們可以講回下個禮拜 哇 下個禮拜有很多電影 突然間又 怎麼搞啊 下個禮拜都有幾套大片 是呀 一套就是從前有過 《荷里活》 哇 Queen Tarantino 那套戲 其實萬眾 我很期待 他跟美國一起上畫 大家很關心他那個級數 是 2B級 希望不要剪片 是呀 很害怕 因為我很記得 希望撞死了 是呀 他是剪了片 第一次上2B級 剪了片 被人罵 然後剪得很突压 剪得很突压 其實我也有看 我要立即補在3級 最後電影公司 知道不對 然後就拿了3級版來送檢 然後再放一次 是呀 整件事很老套 希望不要剪 你知道 Queen Tarantino的東西是不剪的 是呀 每一架飲品都不能剪 因為這次很有意思 他很用心拍 因為他說整個世代 都很沉迷 另外一套 剛剛我們說過獅子王 就是一套真人版 美國的票房非常好 是呀 因為今年美國 今年美國不知道什麼事 他連續上幾套 以前的動畫 改變的動畫 都不行 阿拉丁 阿拉丁我們還沒說 下個禮拜可以再說 這套司之王 那個評價 就是 一半一半有人說 他的動畫很厲害 他的效果很厲害 但有個問題 就是有人說 撞得太厲害 他是說 如果你拿回原著的動畫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但其實他長了很多 是呀 他原著動畫90多分鐘 現在這個動畫 電腦動畫版 就118分鐘 我懷疑因為他要展示 他有些場面 你明白嗎 大哥給那麼多錢 這套我會看的 跟著有兩套日本片 一套就是信用欺詐師的電影版 香港浪漫片 我一定看 因為我們已經在黃廟 我就是故意知道他在香港上 我在黃廟看了他這麼多集 那我就覺得 我入場一定是做足功課 還有他在香港拍的 我有點興趣的 另外還有一套動畫 就是《海獸之子》 就是《新一發寒》 因為你知道新一 就沒有了一個新開城 最新作品之史的發寒 其實呢 我有點撈亂了 你知道嗎 我有點糟糕 他上了另一套叫《海獸之子》 他買了什麼 他買了九石羊 對啊 配我嘛 就是最大的字是九石羊 我有點擔心 這些是我有點擔心 這個宣傳方法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對 但是你看那些作畫 我覺得還不錯 值得支持 我們看日本動畫 其實你怎樣去幫助日本動畫 之前說過這個驚訝 這個大災難之後 你怎樣去支持日本動畫行業 其實我覺得 不要只看一些名牌的東西 對 對 不要只看新開城 世賢守 吉卜力 那些作品 我覺得都可以看其他的作品 我想略略說 你說開動畫一件事 很瘋 《大館》 真的沒有宣傳 我撐你的肺 他還要是 其實他有幾個動畫會上的 有兩套賣票 一套就是《機動影察》的劇場版 另一套就是《道夢探精》 60元一張票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放什麼格式 也不知道有沒有中文字幕 放Blu-ray 對 他沒有寫的 這個我真的要譴責 你真的要告訴我放什麼 放Blu-ray 放DVD 你也要告訴我 那些導演 那個導演叫做 Dobinbo 他那個配音的卡士都不一樣 很強啊 有《爐田愛菜》 《爐田愛菜》 《爐田愛菜》 是不是同性 《爐田愛菜》 《爐田愛菜》 是著名同性 現在大過了 大過了就同性 和那時候 《寒戰太平洋》 那個小女 現在大過了 另外有些很出名的演員 蒼正優 《刀緩吳郎》 《富斯神子》 這些全部都是日本出名的演員 嗯 這個我也會去看看 不過我怕他又是很難找場次 好像是MCL才讀家霍獻影 有可能的 因為你知道新一劇 和MCL的關係比較好 是 就會多些長次 《天氣之子》 就八月爆上了 日本剛剛開了畫 香港竟然有錢賣券 從來我見到很少有這些 我希望安樂真的拿到這套戲 發行權 麻煩 出點 或者出周邊產品 麻煩出得漂亮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麼不喜歡安樂裸道嗎? 因為他對那些動畫真的很差 不是 他對自己旗下的作品也很差 因為近年來他出的那些作品 他出的那些作品 他出的那些 不出Blue Ray的 很麻煩 對呀 好奇 他只是出DVD 這東西很嚴重 但最近那套《三夫》 他也出了DVD 沒有沒有Blue Ray 我不覺得他出Blue Ray 搞得我們要去買外國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講完影片 我要去買外國 我撐個費 你現在 我們用的電視機 真的不要說高清 4K 對呀 我不能夠忍受這件事 你現在竟然就是出DVD 對呀 豈有錢呀 這些DVD Blue Ray是沒有DVD的 不是 你看到是起價 這東西才糟糕 我百多元買這碟出來 我沒有理由 出來的質素更差 比你Netflix看的 大佬 所以 求我安樂你 拿到好東西 好好地對他 不要 隨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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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說到這裡 下星期回來看看哪一套 拜拜